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发文 吐槽百里红义 不会打架还不听安排 引言 UNIQ王一博发文了 居然是吐槽百里红义武力值最差 还不听安排 是的 没有看错 王一博终于发文了 这次不是小广告 是为自己的新角色 百里红义做了一波宣传 风起洛阳又开始风乍起 这次居然让神兜三人组 互换角色 到底为何 自然是为了一部即将上映的谁 是凶手作对接北 不过王一博的发文 很有意思 居然是吐槽百里红义 自己不会打架 还四处茫茫撞撞 百里红义在高丙主手上 不要擅自行动 听安排 哎呀 看来王一博是很懂百里红义的 都说这个角色带有王一博本人影子的一部剧 可是他本人吐槽其小百里 却非常的到位精准 剧中的老饕客 武力值不行 人家会吃啊 智商高啊 不妨碍善于借用各种的道具 是扔个石头啊 拿个汤勺 铁勺 还有木棍当武器 总之凡事万物皆可用 与此同时呢 这次的神兜三人组 从来都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 能够齐心协力干大事 需要给他们足够的时间 随着剧情的推进 剧中一直在风池电掣般的推进 纷纷下线的重要性人物 从百里言到柳香 再到宋良 才慢慢达成了默契 不容易啊 真是难为了编剧 煞费苦心耗损了三位重要人物的牺牲 才换来三人的团结一致 默契配合 再次呢 我们不得不说 风起洛阳如今的热度 并非我们看到的这般高 作为一部学人一剧 能够达到目前这个热度跟关注度 实属罕见 网上更是各种声音四起 褒贬不一的点评 更是此起彼伏 大制作加大IP加大阵容 就是奔着爆款打造的 可是纵观目前的现状 并非具有这么强烈的可能 虽然有这顶流王一博的助力 可惜终究无法实现全民追剧的可能 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上星这么简单吗 其实不然 主要是题材跟受重面的局限 选一剧能够达到如今这个热度 算是很不错的 到底能否出圈 需要后续剧情的推进 这才播出了四位之一的剧情 各方的声音就开丝了 开播在各大平台的热度都顺理成章拿下第一 只能说明一点 对这部剧还是挺关注的 不过随着开播延迟 引出了一波黑粉 随着剧中道具抄袭 诚恳道歉引来更多人点赞 还有打着影评大V的旗号 写通稿贬低这部剧的 一切的种种都说明了一点 太多方都在希望风起洛阳这部剧能够爆火 其心协力都在推波助澜 通过这部剧来拯救一下不景气的影视剧市场 毕竟这部剧算是今年上映的剧中 高品质的一部 如果它不能爆 对于影视剧行业而言 无疑是惨淡而黑暗的 最后呢 说一下剧中最大的亮点角色 白李鸿逸 随着手刃求人的推进 这个角色慢慢进入状态 一滴泪开启了全新的探案开始 好多人也被白李鸿逸的这滴泪给破防了 UNIQ王一博的演技 至此会开启超额营业吗 我们更会翘首以待 毕竟任何的争议 都会随着剧情的推进 更上层楼的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